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被吓到了 三九夜根基术竟然都用不了了 有意思 雷霆大扇 你冒牌不不行啊 太慢了 再快点 原来我紫兵的样子 这么烦人呢 等等 刚刚怎么回事 刀怎么消失了 还像个死鸭子一样嘴硬吗 你强不就是我强 但我应该不止这点本事吧 冒牌祸 那咱们继续 冒牌 刀都握不住 那就别握死 咳 又是这样 刀又不见了 刀已了 难道 水下还有一个空间 还敢开心 你才 失去身法和刀术的你 还有什么 水摇落影 天传月明 原来如此 应尽刀光勾入元月 由于元月十方唤解 令人沉浸于虚幻月节 最后在现实中一击必杀 很有趣的一招 这次 判你进入到的死 我看你 第一次就成功悟出姚洛月 不愧是我吗 原来这招叫做姚洛月 很美的名字 多谢花儿 我的招者强不强不重要 但一定得美 前辈 你口中的元神 元神 那可是神尊都不一定能掌握的力量 我倒要瞧瞧 你的元神长什么样 你是 谁 行神俱备 你分明 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对 你真的是元神 不 不可能有人把元神修炼到这道境界 等等 你身上 时空之力 有趣啊 太有趣了 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能做到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我把我把我仅剩的力量送给你 你带我跨过那条长河 我把我仅剩的力量送给你 就会把我把你个人送给你 我把你带过出 我把你带过来 你带过来 我把你带过来 你带过来 我把我肩带过来 我把你带过来 这样的话也就说得通了 难怪连神尊传记中都毫无积攒 那个黑肠子也不多透露点 神尊这么不靠谱 还玩失踪 少爷 少爷 什么事啊 前叔 这么着急 玉 玉阳宫 派人来 教您和七月小姐 不急前叔 你慢慢说 玉阳宫叫我和七月做什么 去参加斩妖大会 什么 你俩迟到了 公主 梅元芝的手脚还能回复吗 今晚你们三人 一同随我玉阳宫参与斩妖大会 公主 斩妖大会不是才结束吗 这次我们要斩的 是天妖门 天妖门 我相信你们多少都听说过这个组织 这是妖族在我苍原界内组建的势力 其中都是我人族叛徒 这些人奉妖族为尊 以人类为耻 真是一群猪脑子 真是一群猪脑子 真是一群猪脑子